这萌娃冠军到底是怎样练成的 我觉得除去刚才说的那些因素 还得再加上一条 还得加什么呀 吃猪蹄 你是认真的吗 我认真的 一看你就是不懂了 这叫什么 金榜蹄名 你确定那个蹄名是猪蹄的蹄吗 对劲啊 金榜蹄名 金榜蹄名是吧 福建一所中学就是这么干的 咱说最近呢 福建一所中学举行了七中考试表彰大会 这个表彰大会怎么说呢 有点隆重 跟大伙说一说啊 这个表彰大会真的是非常的隆重 校方也是脑洞大开 给三十名学生奖励了一百二十斤猪肉 其中呢有七十五斤猪蹄 四十五斤猪腿肉 说是买猪肉的钱来自校友的捐赠 予以这个金榜蹄名 没错啊 校长说了 用啥奖励学生呢 他们也犯愁 以前其他学校也有奖励笔记本 还有其他学习用具什么的 但是学生对这些玩意儿呢 不怎么感冒 这不正好吗 这有校友捐赠了十二万块钱 给学校改善办公室广播室 那改善完还剩下两千多块钱 就给学生买了猪蹄和腿肉 咱说校方还真是挺逗啊 咱们来说啊 这个标准是这样的 每个年级 前一至五名的同学是五斤猪蹄 六至十名的同学是三斤腿肉 分享一个大型农妇产品颁奖现场 这不少同学上台领奖的时候 表示非常的惊喜啊 是呢 还有点丰收的喜悦呢 不过呢 有网友的评论有那么一点跳戏啊 我咋感觉那奖状是颁给猪蹄的呢 学霸们只是代为领奖 你别说 真有点那意思啊 还带大花花呢 那对于学校此举呢 网友们的评论 关键词还都挺集中 都说好 当然这个好字确实各有深意啊 比如说有好实惠 还有好有营养 还有好玩 还有的呢 直接吐槽 好抠啊 这为什么只给后腿肉 好吃的前腿呢 我这看出来 这都是吃货哪一个个的 也有号面的啊 说 这我觉得简直是棒呆了啊 踢回家 家里来人就能拿出来显了一下了 这肉挺逼啊 是吧 你这我儿子期中考试 年纪第一 学校奖励的 这拿着确实脸上挺有面啊 这不错不错 名利双收 不过有人随即提出了一个 震龙发聩的问题 说这个助校生怎么办呢 校长 您能给发点熟的不 那个我自己这会儿有干调料 我还有酱油呢 怎么怎么还能吃呢 要是整熟的 实在是费劲呢 我也可以等等 就说期末考试还有大招 这回奖励的是野生鱼 寓意是礼乐龙门 不是 是那意思 都逗冰箱里头 等过年时候 一块拿出来 凑一桌年纪饭呗 可不 金榜提名 产 还有礼乐龙门 鲜呢 咱说这真是一套一套的 这个寓意真的是非常的棒 挺有意思 的一套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